您好,欢迎您走进Math学院的Python面向对象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深入类的熟性 在前面的课堂里面,我们曾经介绍过类的各种熟性,包括类熟性与实例熟性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当一个类的类熟性与实例熟性重明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 第一,以实例名点熟性名引用时,优先引用实例熟性 也就是,如果同名的类熟性和实例熟性在同一个类中出现 以实例名点熟性名的形式来引用熟性的时候,此时优先引用的是实例熟性 以类名点属性名引用时,只能引用类熟性,而不能引用实例熟性 下面我们在交付式环境下演示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类 定义一个类熟性 定义一个类熟性 定义构造方法 定义一个和类熟性同名的实例熟性 我们实例化这个类 我们实例化这个类 此时,当我用类的实例点熟性 也就是A点A来引用这个类A当中的熟性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它输出的是10 说明当我们以实例名点熟性来引用类的熟性时 此时输出的是类的实例熟性,接I等于10 那么如果我以类的熟性 那么如果我以类的实例点B来引用类A的这个实例熟性B的值 是可以引用的 那么如果我用大A,也就是这个类点属性0 来引用这个实例属性B 这个时候呢,它会提示出错 也就是这个类A没有属性B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属性B是实例属性 只有当这个实例创建以后 也就是这个类实例化以后 这个属性呢,它会存在 所以呢,这个B作为实例属性是不存在的 因此呢,发生了错误 接下来我们来看 属性访问的特殊方法 就是反射 我们在使用类属性与实例属性的时候 我们先用直接采用它的名称来进行引用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需要以字符串的方式 来引用这个类当中的属性 比如,我要引用这个大写的类A 特质里面的属性A 是以字符串形式来引用 那么如何来进行呢? 需要使用熟性访问的特殊方法反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提供用字符串来操作类的属性 或者是方法的这种方式 我们称为反射 也有的语言里面称为字形 在Python语言里面 反射的主要工具函数 是以下这三个 has a tribe set a tribe 和get a tribe 一共呢,是这三个函数 这三个函数呢 它的参数也都比较类似 也就是首先是对象的名字 紧接着是属性名 在set a tribe里面 也是对象的名字 属性名 值 get a tribe呢 也是对象的名字 属性名 那么第一个呢 这个函数 它的作用就是 测试这个对象当中 是否具有这个属性 第二个函数的作用 就是用来设置这个对象 object name 它的属性名 对应的值 这是第二个函数 第三个函数呢 就是取这个对象 object name当中的 属性名 所对应的值 是什么 下面我们在 标识环境下 来演示 这三个函数的作用 比如 我现在 以字符串的形式 来取 实例 a 当中的 属性 a 就是利用 get a tribe 这个函数 首先跟上实例的 名称 其次是 我们获取的 属性的名字 这里呢 以字符串的形式 来表示 可以看到 它获取的是 实例a 的实例属性 就是a 结果呢 为10 同样 我们也可以 把这个a 利用 set a tribe 这个函数 来进行修改 假如说 我们将它修改 称为 20 此时 我们再引用 这个 实例属性a 可以看到 它的值呢 已经修改 称为了 20 那么 has a tribe 就是用来测试 这个 实例 是否具有某个 属性了 比如 我们测试 实例a 是否有 b的属性 注意 这个属性 以字 以字符串的形式 而表现 看到 它返回 出 那表示 这个 实例a 当中 具有 这个属性 b 如果 这个 实例a 当中 不具有 某个属性 可是 测试 返回的 应该是 贝尔斯 也就是 假的 那么 这就是 Heyson 当中的 反射的 三个基本方法 这三个 功率函数呢 一般 我们 在一般 情况下 是使用不到的 只有在 编写一些 框架 等 特殊的 软件的时候 特殊的项目的时候 才需要使用 这三种函数 下面 我们接着看 属性的 包装 什么是 属性包装 属性包装呢 就是将方法 包装成 属性 以隐藏 相关的 实现 属性包装 主要的目的 是用来控制 属性的 类型 或者是 范围 比如 某个 属性 只能为 正数 不能为 负数 或者是 某个 属性 在零到 一百 之间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利用 属性包装 就很简单 可以方便的 控制 属性的 类型 或者是 范围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属性的 包装 实际上呢 最终 虚拟属性 那么 由其他的属性 处理后 割来的 这种属性 所以呢 我们称为 虚拟属性 在 Python 3 版本中 属性包装 常用的 三种属性 操作 分别是用 装饰器 来实现的 这三个装饰器 分别是 可读的 叫 property 然后是 可写的 property name 点 set 那么这个 set 是 必须要 跟上的 然后 可删 就是这个 属性 是可删除的 要跟上 propertyname 后面跟上 delete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实现属性 包装的 实力 我们 仍然以 上节课 所编制的 这个 votion 就是 洗衣机的 类 来实现 属性 包装的 这个实力 首先 我们将 这个文件 另存一份 例如 对于这个 洗衣机 类 我们不希望 用户从外界 访问到这个 water 也就是这个 洗衣机的 水量 那么防止呢 用户对这个 水量的设置 比较随意化 以及呢 他在读取的时候 我们也不希望 他直接引用 这里面的water 这个变量 因此呢 我们可以将 这个water 这个变量 修改一下 以单引号 表示为 自由 那么此时 用户如果要 访问这个water 的话 最需要 加一个 单引号 那么此时 我们可以 利用 属性包装 将这个 自由的water 给它包装成为 像类似 不自由的 这个water 这个名称 那么用户访问的时候呢 使用water 而实际上 它访问的是 方法 而不是 属性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要想让用户 以water的方式 来访问这个 类当中的 这个 最有的变量 我们可以使用 属性包装 首先 我们定义一个 属性包装 用 装饰器 来进行装饰 这里的名称 我们使用 water 那么此时 直接返回 self. -water 那么这就代表 这是一个 属性 这个地方 说近 多了 此时 用户如果使用 Volce的实力 点water 此时呢 就相当于访问 这个方法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类 进行实力化以后 来进行操作 首先我们将 这个类进行实力化 实力化的时候呢 由于它默认的是 10 所以这地方 没给参数 它仍然结果 应该是 10 那我们访问的时候呢 直接使用 w 这个实力 就是Volce的实力 w.water 将水量来进行输出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使用的是 w.water 并没有像方法一样 来访问这个Volce 也就是 Volce后面 没有括号 那么 这个Property 这个装饰器 实际上将方法 装饰成为了 属性 在外界看来 这个Volce 就像一个 实力属性一样 实际上 在类的内部 是属性的包装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属性的包装 还包括 PropertyName -Set 也就是 当用户 来访问 或者是 设置这个水量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水量 进行验证 而不是呢 由用户直接来设置水量 比如 如果用户 以这种方式 来设置水量的时候 我们就无法限制 它的大小 那么除非呢 我们单独 使用 SetVolce 在这个方法里面 进行验证 实际上呢 我们也可以 使用 属性包装 来对这个Volce 将方法 包装成为 实力属性的样子 比如 我们可以这样 来写 同样呢 就要使用 Self 这个首要 所谓参数 那我们看 只有当水量 合适的时候 我们才修改水量 也就是 IfVolce 大于零 我们要求的最大值 要小于等于500 此时 我们才 摄置 这是正确的水量 那么 否则的话 我们输出一个提示 设置失败 此时 用户如果设置水量 就不需要 利用实力名 点 -Volce 来设置这个水量 而是直接用 实力名 点Volce 来设置水量 那我们这样 看一下 我们这样写 然后我们再 再次输出水量 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它 那我们看 这地方呢 有了出了一个 错误 这个错误呢 就是代表 没有熟悉 Self 那么 在这个位置 我们输入的 错误的 修改它 修改成为 set 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它 可以看到 刚开始 这个实力化以后 这里面的水量呢 是10 当我们直接调用 W.Volce 等于123 那么就说明 设置这个水量 为123 然后呢 我们再利用 我们再利用这个实力 W.Volce 来取得这个Volce 也就是水量的值 所以当我们使用这个实力 点Volce 来引用这个 类里面的属性Volce 的时候 实际上呢 是调用了这个Volce的方法 取得了这个水量属性Volce的值 那么同样呢 如果我们给这个Volce 负值 也就是 W.Volce 等于123 那么此时 实际上呢 是访问了这个Volce 这个方法 那么 如果我们在设置水量的时候 超出了这个范围 那么此时呢 我们设置就是失败的 也就是这个水量 仍然保持原来的值 比如 我们将这里的123 改成-123 那么此时 我们保存这个程序 然后运行它 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的设置 超出了0到500的范围 所以呢 这个Volce的值 就是这个水量变量 Volce 就是水量 没有修改 仍然呢 是10 那么这就是 属性包装的一种作用 就是将 一个类的内部的属性 在外部展现出来 还有呢 不是直接展现 是通过方法 来进行获取的 那么因此 属性包装 就是将方法 包装成为类的属性 类的属性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 来包装一个 可删除的属性 也就是 对于 这个类来说 我们可以呢 使用 add water .delete 来删除这个 water这个变量 那么对于 这个洗衣机内来说 它的水量 是必须要有的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设置 它的这个 delete 这个 删除的这个属性 那如果删除这个属性 这个洗衣机内 就会出错误 所以在这里 不定义删除属性 那么对于这个属性 包装来说 如果我们将 这个包装器 注尸掉 此时这个water 以及这个水量 只能够读取 不能够呢 设置 那么同样的 如果我要想 既读取又设置的话 就只能够 这两个 必须要同时 进行属性包装 那么这就是 属性包装的意义 那么总之 属性包装 就是将 类当中的方法 以属性的方式 展现给用户 用户 所使用的时候 是以属性的方法 来进行使用的 这就是 属性包装 属性包装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 产生一个 虚拟的属性 也就是说 本身这个类 是不存在这个属性的 但是我们利用 属性包装 可以让它呢 在外部看到 像具有这个属性一样 那么比如 这台洗衣机 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以它一个 生产的日期 比如说是 2010 那么 对于这台洗衣机 我想知道 它的使用年限 实际上呢 就是获取 现在的年份 然后呢 减去这个 这里面的叶值 那么此时 我们可以用 属性包装 来直接获取 这个洗衣机的 使用年份 首先 我们利用装饰器 property装饰器 然后呢 定一个 年份 那么在这地方 我们返回的是 计算的结果 也就是利用 当前的年份 比如说 2015 减去 对于这里面 当前年份 本来应该使用 passion当中的 deadtime 这个模块 来产生的 这里面呢 我们为了 简便 就直接使用了 这个数值 那么此时 我们保存 这个程序 在主程序中 就可以直接调用 total.air 来获取 这个洗衣机的 已经使用的 年限是多少 就像 这个类 存在这个total.air 这个属性一样的 比如我们下面 可以直接 来输出它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可以看到 通过这个 w.total.air 那么 属性包装 就像调用 w这个 实力的属性一样 直接取得了 它的值 为5 那么这就是一种 运力的属性 也就是 这个属性 本身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我们通过 vorset这个类的 其他属性 计算出来了 结果 下面 我们接着看 另外一个概念 描述符 描述符 就是将 实现 特殊协议方法的类 作为 另一个类的 类属性 用来拦截 和控制属性访问 并且呢 可以重复使用的 这么一种类 那么 其协议方法 主要是什么呢 描述符的协议方法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get 第二个是set 然后是delete 描述符的分类 描述符 算为三类 第一类 叫数据描述符 也就是数据描述符 必须实现 这三个 全部的协议方法 第二类呢 叫非数据描述符 非数据描述符 只要实现 这三种 协议方法当中的 部分协议方法 那么 所有的类成员函数 都是非数据描述符 这个呢 我们在后面 将会讲到 下面 我们来看 描述符的应用实例 这就是一个描述符的应用实例 首先 我们定义了一个描述符 non-negative 那么意义就是 这个描述符 它所代表的数据类 不能为负值 那么对于这个类 我们首先定义了 它的构造方法 这个类包含了 一个实例除性 也就是default 然后是三个协议方法 分别是get set 和delete 那么对于delete操作 这里面呢 我们 称它为空 也就是说一个part 然后get 就是返回default 也是它的实例除性 default的值 对于set操作 我们对这个value 这个值进行验证 如果大于零 我们就要设置这个value的值 也就是变成default的值 等于value 那么 否则的话 我们就输出一个错误信息 并且呢 对这个值 不进行设置 这就作为一个描述符来使用的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描述符 必须作为另外一个类的类属性 因此 这地方我们定义了一个movie 也就是电影类 那么这个类呢 它有上作率和分数 也就是观众对它的评分 这两个肯定不能为复制 所以呢 我们用 writing等于non-negative 对它进行一个实例化 然后呢 这个分数也对它进行了一个实例化 紧接着我们在主题程序中 首先实例化了这个movie这个类 然后呢 我们输出了movie的就是上作率 以及它的评分 它们都是默认值 也就是0 紧接着我们对这个上作率 进行了复制 也就是m.rating等于80 让它上作率复制为80 那么此时呢 输出上作率 然后我们复分 也就是比这个movie 平分为-3 输出为负值 也就是呢 会出现错误 也就是它可能复制呢 是不能复制的 那么再次输出这个分值 永远是0 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可以看到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movie 刚实例化了以后 那么它的上作率是0 评分是0 紧接着呢 我们定义了它的这个上作率是80% 也就是80 然后呢 我们给评分为-3 那么此时呢 设置出现了错误 也就是拦截了这个属性的设置 仍然呢 这个评分没有改变 是0 那么这就是通过描述符 来拦截被属性的访问 这个描述符 可以重复使用 避免在这个地方定义 多个具有相同代码的 代表方法 那么这就是描述符的 使用方法最一 那么实现了这三种协议的 我们称为数据描述符 没有实现这三个全部协议的 我们称为非数据描述符 非数据描述符 这里面呢 我们就不再举一个 真正的实例了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就是所有的类成员函数 都是非数据描述符 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回到交互环境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类 在类中我们随便定义一个方法 实例化这个类 好 这个类名称写错了 实例完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实例T 它的PR方法 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PR方法 它具有一个get的方法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个PR 也就是作为类的实例方法 它也是一个 非数据的描述符 它实现了get这个方法 这就是我们刚才 这里面的说明 就是所有的类成员函数 都是非数据描述符 下面我们看一下 当同名的实例属性和非数据描述符 同时出现的时候 它们访问的优先级是什么 回到交互式环境 对于这个实例化的T 比如 我们给它创建一个实例属性 让它等你10 这时我们看 T点PR 也就是这个实例属性 隐藏了 或者说掩盖了 这个PR 这个方法 如果我们删除了 T点PR 我们看看T点PR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 绑定到这个实例属性上面的 一个方法 所以 实例属性 是可以隐藏 或者说掩盖实例方法的 那么 这就是同名的实例属性 和非数据描述符 也就是方法 访问的优先级问题 最后注意 这个描述符 只能在新式类中使用 在旧式类当中 是不能够使用描述符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类属性的另一个特性 就是利用 就是利用这个指定的 扣击击数 可以让类的实例 像击数一样 可调用 我们到标击数环境下 再次重新定一个类 我们给这个类 定一个 靠方法 然后直接输出 实例化 实例化这个类 本身 这个T 是 TST 这个类的一个实例 那么作为 类的实例 它是不可以 当中函数 来使用的 但是这个类 它实现了 靠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 直接可以 当中函数 来进行调用 我们看到 使用了 函数调用 实际上就是调用 这个Claw 这个方法 本节课的作业是 修改 上节课作业中 定义的类 Box 第一 使用属性包装器 将自由属性Color 包装为Color 就是可读写的 这个属性 第二 运用描述符 在Box类中 创建一个类属性 盒子六面的 图案字符 只能为 数字一到六 第三 为其定义 靠方法 当作为函数调用时 也就是当这个Box的实例 作为函数调用时 返回其体积 文讲视频 到此结束 文学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学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